好极开文大吉 好了朋友们 在这里请您需要采访一下 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赚到100的那位 您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或者您心里默念过 什么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好成绩 你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其实人品是最重要的 别别别 有声有请 中央电视台 12频道著名主持人 小鹿姐姐 遗憾的是没得选了 真的 不 那个好戏都在后面吗 压重 压重 对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特别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首先这个词 我自己特别喜欢 好 让我们期待 开文大吉 这样 你都是这样的带着他们去的 咱俩不这样 是吧 是吧 你那个94年才提升的 小鹿姐姐一上来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定是欢呼雀跃 今天的最后一扇门咱们就让小鹿姐姐为我们开启 那最后一扇门呢就是只剩下天马行空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天马行空 因为我们看到刚才的巴扇门的那些马呢 都是没有翅膀的 对 那这天马行空呢是有一个翅膀的 真马呀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词呢特别的适合小朋友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想象力呢都能够插上翅膀 天马行空 无虚无束 尽情的想象 来吧 咱开门看看有多少份礼物能够送给电视机前观众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请按下门铃 掌声送给小鹿姐姐 加油 怎么翻来覆去这件衣裳啊 完了 完了 这么这么短啊 什么意思 这一首歌怎么也一份半呢 完了 就有那么一点天马行空 不是那么容易 小鹿姐姐 您是否要创造今天唯一一个打不开门的记录啊 那不能 我倒没事 这送礼这事不能耽误 对呀 那我能求助一下吗 您求助谁 您觉得那七位能告诉您答案吗 那你这就是挑事了 对不对 那别人再不能告诉我 没稍微听到有人呢 谁 对不对 创造了一百的奇迹的 方琼姐姐 这是我们俩一个频道的呀 这旋律很简单 这个我觉得 这个 你帮我回忆一下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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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的名字是新年快乐 对不对 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好喜欢看你 这首歌的名字是新年快乐 这首歌的名字是新年快乐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 让你双声新年快乐 我喜欢这首歌的名字是新年快乐 不管 云上的云怎么小路 相信人怎么看我 我喜欢这首歌的名字是新年快乐 爱情总会有点紧张 总会有点彷徨 我喜欢这首歌的名字是新年快乐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 向你说成新年快乐 向你说成新年快乐 不管 天下的云怎么小路 相信人怎么看我 祝我们快乐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 向你说成新年快乐 向你说成新年快乐 不管 你双声的云怎么小路 你双声使人怎么看我 祝大家快乐 谢谢 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年轻的歌手 饶薇和汪苏龙 有请 过年好 新年好 你们好 过年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小鹿姐姐你好 两位都是歌坛新人 能跟我们开门大几个舞台 带来了新的气象 先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 大个年吧 哈喽 大家过年好 我是汪苏龙 祝大家这个马年吉祥 大家新年好 我是饶薇 祝大家马年行大运 小鹿姐姐 我觉得饶薇特别适合 去你们少儿频道 你也长得跟小朋友 是不是 因为就是特别的 那个青春活泼 然后消息向上 我觉得你也特别适合 去少儿频道 我脸圆呗 我长得那个气形 今天饶薇和汪苏龙 临时组成了一个 我们的威龙组合 是不是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龙马行神 暂时更多的天马行空 接下来 礼物肯定不一般 对 最后一份礼物 究竟是什么 小鹿姐姐 你带着二位一起打开 电话卡 电话卡 因为现在正好是春节 但是并不是 所有在外工作的人 可能都能够回到 自己的亲人身边 父母身边 去跟他们共度佳节 所以这个时候 送上电话卡 我觉得特别的实惠 而且特别的温暖 最关键的是 我们这电话卡 一共会送出多少份 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就要看你们俩了 俩人争点气好不好 好嘞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你刚才这个环节 这一波 您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的开门大级王老级为您送上的电话卡 但究竟要送出多少份呢 让娅威王思琼加油 好 三 二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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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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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呢 来 掌声 掌声 好便宜啊 晚上见到一百了 你还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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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小鹿姐姐帮我们抽中了电话卡 要感谢饶薇跟汪苏龙 为我们抽取了一百份电话卡 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新春的祝福还在继续 现在有请我们今天最光荣 最厉害 最优秀的芭蕾主持人 齐齐上台亮相 王老吉